詞曲 李宗盛 她的創作的風格呢 其實非常浪漫 也非常抒情 待會在這兩首小品裡面呢 其實你們就可以聽得出來 那第一首小品 她的名稱叫做陳絲 第二首小品 她的名稱叫做熱情的快板 其實從這兩個名稱上面 大家應該就很容易發現 其實這兩個是差異性非常大的作品 那第一首的陳絲呢 這兩首其實都是在1908年的時候 第一次出版 那其實也有研究說 其實第一首的陳絲 是在1905年寫作的 第二首是在1907年寫作的 那他們的首演呢 是在1909年的11月 這兩首的結構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你可以說她是一個像拱形的 或者是我們簡單來說就變成AVA 就是她頭尾可能是互相呼應的 中間有一些些不同的變化這樣子 那第一首她在風格上面 跟聲響上面呢 都比較陰暗 也比較嚴肅一些些 那她甚至有一點點悲歌晚歌的氣氛在裡面 那聲響上面她其實比較著重在 中低音域的中低情上 那第二首熱情的快版 其實就是完全相反的兩件事情 就是她比較著重在於中高音域 那她甚至曲風上面 也有一點點幻想曲的感覺 那現在就請大家來新手這兩首小品 謝謝 謝謝 collec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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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